在台灣針對立委臨廠座的罷免案成立 選民將在下個月初投票表決 原本屬於時代力量、現時無黨籍的臨廠座 是台北市中正萬華區立委 它表明將會正面迎戰 既定工作都不會受罷免影響 中央選舉委員會星期五確定 罷免案法定聯署人數已經達到2萬7千多人 即是已經足夠區內選民一成以上 將會在春年1月9日投票 與臨廠座友好的民進黨秘書長林非凡表示 民進黨會全力協助 不希望國民黨不要製造惡意政治鬥爭 擾亂台灣社會